新北振兴168 变成一张千元大钞 钞票变大变多 为了救经济 中央规划的振兴三倍券就要上路 新北市也喊出加码 鼓励大家在新北市消费 像是推出地方版购物券 以中央500元面额 可以兑换800元购物券 使用在新北的夜市及市场 限量15000个名额 以500块的三倍券 可以换取800块的特费券 特费券有小额50块的 让大家好消费 串联超过1000家店家 推出各式优惠 也跟旅宿业合作 推出每逢8号、18号还有28号 住宿费就能再打八折 刺激民众消费 还可以拿发票抽奖 最大奖是高级电动车 而看到新北市的观光景点 乌来如何迎接振兴三倍券 像这样像记者目前头上所带着的 一个泰雅族菱形之纹的法夹 是乌来地区手工艺品业者 很常见的一个手作商品 不过先前乌来地区这边很多商家的生意 受到疫情影响 生意一落千丈 随着疫情慢慢的趋缓 而政府现在要推动振兴三倍券 到底能不能够帮助到他们呢 因为这次的消费券 它是500块的4张 200块的5张 买我们的手机袋 用折价的方法 原本是290 我们可以说这个特价200块 刚好一张200块的命额 我们就可以消费了 可以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消费券可以分开来消费 听到许多客人说 要拿振兴三倍券 全数花在外县市旅游住宿 乌来的手工艺品店业者 希望造福更多店家 民众可以考虑将三倍券 多方花用 原市新闻喜顾 以顾新北板桥乌来采访 报道